這次行走在台南市後火車站的前鋒路上 有沒有搞錯 竟然一整排都是右轉的箭頭 數一數多達7個 這是怎麼一回事呢 駕駛們看到這右轉轉用到幾個字 才恍然大悟 我很喜歡沒有避案那麼多 感覺太多了 而且當不用現在把他秘書 密集標線被拍照PO網 以幽默對話的形式留言 是明顯讓民眾知道是右轉車道 了解遵照辦理 只是我們的油漆咧 網友也紛紛留言 是喝醉時候決定的嗎 感覺有強迫症 也有網友戲稱這是右轉加速帶 還有人說是複製鐵上的概念 會讓大家覺得有強迫症的標線 那我們也希望說能夠加速來施工 不要讓這麼荒謬的標線 出現在台南市的道路 我大概就是怕塞車吧 因為那邊路橋要拆啦 原來鐵道局因應鐵路地下化 開源路橋拆除工程 應交通局加強標示的要求 畫設這前所未有的密集標線 沒想到反而造成指示不明確 引發質疑 議員反映 他們決定下週一起重新畫設 把這個右轉箭頭 把它均勻分布在這個路段 讓也達到提醒用論的效果 被批判引發密集恐懼症的 右轉標線應驗的過猶不及 鐵道局強調下個禮拜就會改善 TVBS新聞顧手艙 彈彈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